我們不能老是在雲端嗎 還是要回到你的電腦裡面 對不對 那這個呢你回到你的電腦裡面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你電腦裡面你個人資料管理 那這裡面包括了 剪貼布 Windows內線的剪貼布好不好用 也沒用過不知道嗎 沒用過不太清楚 那你一定很清楚一件事情 剪貼布永遠只記得最後一個 對不對 所以如果像我剛剛有複製很多 文字內容 圖片內容 如果你還要再用的話 請問該怎麼辦 回去再copy一次嗎 這樣不浪費時間嗎 很浪費時間 而且 你看喔 我這邊抓個圖給你看一下 這裡 你那邊看不到 我從這裡 好我給你看一下 我剛剛call的有這麼多 有沒有 這些內容 我剛剛call的內容在這邊 那這個小軟體呢 您可以從這裡 我有放在我們那個免費軟體這邊 您到這邊來之後 然後有一個免費軟體列表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做加強的剪貼布 這個免安裝的也是中文的 也是中文的 好那您下載了之後呢 在這邊 好我把這個畫面給您看一下 好您下載之後呢 在這個 這裡 它會有兩個版本 32位元或64位元 隨便你啊 反正Win7基本上都是64位元的 好你要用哪一個都可以 如果你不確定就是32的就好了 有沒有一個這個 執行就好了 那執行之後呢 您就可以找到這邊 在你的那個 資料夾 在這裡 會多一個 多一個圖示 你回去唯一要做的就是 這種動作 是不是應該在開機的時候 就自動執行 把我們自動蒐集嘛 自動蒐集 所以呢 我把 你只要來這邊 這個我還要抓一下畫面 好給你看一下 你在這個圖上面 按右鍵 它有一個叫做選項 都是中文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 選項 那選項進來之後呢 您回去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 設成 系統啟動時 自動啟動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那它就會自動幫你抓 你的那個 檢貼部的內容 而且下次開機 還不但 我們都知道 檢貼部 原則上重新開機 就沒有了嘛 但是它會幫你保留下來 那請問到底要保留多少個 比較划算 人記性不要太好 它最多可以到1024個 但是應該不需要記到那麼多 你就可以自己看一下 大概要記多少個 反正超過的就從頭開始吧 它就從前面的去取代掉 所以呢 如果你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會發現說 我哪一個要用的 包括什麼 有什麼東西 會放在檢貼部裡面 文字 圖片 對不對 檔案 這些都可以重新進來 所以你只要點一下 哪一個是要的 你就多多兩下 它就進來了 你的檢貼部內容 就馬上換掉 那今天用這個 還有一個好處 各位呢 平常 是不是都有在用什麼 用那個叫做 我 cullby網頁上的資料有沒有 比如說 因為我們今天 用這個網頁 好 進來了之後 進到這邊 不要 這個 這樣太多 我直接cull這裡 請問如果我這樣直接cull的話 會不會把網頁的格式 並cull進來 會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貼到word裡面去 你希望只是 純文字的話 以前我們的做法 都是經過什麼 那個叫做 那個叫什麼 文字 記事本 對不對 先汆燙過濾一下 把那個 把那個格式 弄掉之後 再cull一次 再貼出來 這樣就麻煩了 如果今天我這個 我直接複製 好我已經複製了 按優件複製 好我只要在這邊 不過只要在我要剪貼的 我在我這個 有沒有這個剪貼的內容 按優件 有沒有叫做純文字貼帳 有看到了嗎 因為那快速鍵 跟我們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輸入法是不是衝突 所以通常我們就不用快速鍵 就是直接選擇這個 那他就會自動把你顧慮掉 只剩下純文字 才貼進來 這樣就比較不會有問題了 這樣了解了 所以其實這個還蠻好用的 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第二個呢 我們剛好提到就是 其實既然你都用了Windows 7 或者Windows 8 那這裡面 有一個你一定要匯的就是 這個 媒體櫃 還有所謂的全文檢索 媒體櫃就是以前我們在 SP裡面有的叫做 我的文件檢 那你一定是說你封了 因為SP我的文件檢 好不好用 不好用 所以絕大多數人都沒有用我的文件夾 對不對 因為那是微軟的文件夾 不是你的 那麼現在的 Windows 7之後的媒體櫃 他已經是變成一個捷徑的概念 也就是說今天你的檔案 因為以前我們不喜歡用 是因為他固定都放在西草下面 所以我們如果說要備份資料 什麼就常會繞高啊 那現在呢媒體櫃的這個部分 他已經變成一個捷徑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把 比如說你放在第一槽放在第一槽 你所要的那個資料夾 加到媒體櫃 這樣你再切換資料夾就會快很多 你看我們常常要 你要等下另存新檔啊 或什麼是不是都要自己去找 很麻煩 那如果你是用以前我的文件夾 那種概念到處都有我的文件夾 那媒體櫃就是那樣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嘗試看看 第二個是 Windows 7以後都支援全文檢索 尤其是我們比較常用到 不是Office的文件嗎 那麼您可以利用搜尋的方式 你用檔案總管也可以 或者用這個快速鍵 各位我們鍵盤上是不是有兩個微軟的按鍵 加上F也可以 加上F 那你就直接打 你會發現你搜尋的結果 會包含全文檢索 也就是說這個文件不是只有標題 符合就算了 連內容有的都會標示出來 這個是你一定要用 當然他全文檢索 如果你新進檔案可能要一點點時間 但是至少你已經存在一段時間了 他就是都有幫你做全文檢索 尤其是因為我們用到Office的 那個文件相對比較多 那你在找的時候就會比較方便 這個是您在用的時候可以留意一下 像我這邊我這個打開給您看一下 在這裡 這個就是媒體櫃 我自己會建一個自己新的 有沒有 我這個很明顯都在不同資料牆 這樣了解了吧 那如果說您有哪一個資料夾 您覺得 我就是在這邊 我想要把它加到媒體櫃裡面去 你就可以點到它之後 比如說 這個下載的 我從這邊 組合管理 不是 這裡有一個叫做 進來就可以了 按右鍵 傳送到 我去哪裡 我記得是進來 我去 我稍微看一下好了 我有點忘記了 來 我把後面還給你一下 如果你是一般的那個 硬碟的檔案 你在上面直接按右鍵就好了 有一個新增製媒體櫃有沒有 你就可以自己決定要放在哪 還是建立新的 好建立新的 那這樣的話你在 跳 就是要找檔案 要跳資料夾的時候 就會方便很多 你就佔用它內線的功能 這樣應該就會比較好用 所以媒體就是 是把複製做出來 沒有沒有 它沒有複製 它只是捷徑的概念 就是我們以前的捷徑 就好像我們會 常常會新增 然後建立捷徑 意思一樣 它資料還是在低潮 它並沒有幫你附到 你的細潮裡面去 所以 你透過這個方式 應該你在找檔案 應該就會快很多 會快很多 因為很多人 因為現在SP已經不支援了 對不對 系統等真 但是IE當然是繼續支援 就是說如果 如果你沒有散要這個部分的話 有些時候 你就是要自己再去建立一些捷徑 幹嘛的 不建得比較快 總是稍微比較麻煩 尤其是你在一些 軟體裡面 你要用的時候 你要找就比較麻煩 那我們就透過它內線的功能 這樣你在使用會快很多